看看新闻吧 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这样一个十分暧昧的态度 是引起了很多媒体的不满来看一下 作为影片两位重要级主角 张伯芝和全向佑的亮相 因其不小骚动 当天张伯芝身着一条黑咖色香建立群 简单而极具女人味 而在首映里内场 张伯芝 全向佑 张绍涵 景博然 景田 丁春成六位主创齐齐亮相 张伯芝在影片中一人分饰两角 同时扮演麦花女情心和附加千金Paris 要评价张伯芝饰演的这两个角色 全向佑自然最有发言权 因为她与张伯芝在影片中 共同补写了一段曲折的异国恋情 在首映里上 全向佑坦言自己十分钟意 柔弱的麦花姑娘情心 不过张伯芝却恰恰相反 更加偏爱独立而强势的女强人一角 不以为一人分饰两角 张伯芝会有种穿越的烦恼 没想到她却十分享受这种 尽情发挥演技的快感 她们就穿插牌 穿插牌 天哪 突然间就好像刚才那场 就很开心去演 然后突然间转过来 就要变成另外一个人 然后因为我自己 没有特别要求 不要去挑拍什么的 因为我就从一开始 就已经把两个人分开 那要我变成谁 我都可以马上进去 女生都没关系 此外张伯芝还透露 在拍戏过程中 除了与权香又有 大段大段的对手戏外 闲暇时两人还会私下 互相分享孩子的照片 十分有趣 她给我看看 儿子的照片 跟她一模一样 跟她一模一样 是个小赛果 对 一看 第一眼就看得出来 一眼就行了 正当影哉人 开展全国宣传之际 女主角张伯芝又再次成为话题人物 不能不说是一次巧合 其实日前在大尔斯卢卡斯学校家长日上 谢霆锋张伯芝的一张温馨全家符被流出 有关张伯芝与谢霆锋复合的传闻也甚嚣沉上 日前还有香港媒体报道称 根据香港法院的资料显示 至今并未批复封之离婚 此后当地媒体紧接着披露 两个月前张伯芝趁谢霆锋赴马来西亚小岛旅行之际 写了长达三页的道歉信 成功感动谢霆锋 并使他回心转意 暂停办理离婚手续 这一系列的爆炸点 自然也让前来参加电影影子爱人发布会的媒体记者 把所有的焦点都聚集在了张伯芝身上 不知是否是为了躲避媒体的刨根问题 在结束了短暂的发布会和拍照环节后 张伯芝便匆匆离聚 并未接受任何采访 张伯芝是否接受全访吗 因为他要赶飞机 每次都赶吗 对 我帮他换了登机牌 每次都赶 即便是主持人以张伯芝赶飞机为由来打圆场 却依旧无法让台下媒体信服 不过逮捕到张伯芝 影子爱人的监制关锦鹏 又成了媒体第二波追逐对象 因为关锦鹏与张伯芝私交正好 他自然也成了媒体们寻求真相的不二人选 最近说他跟平方有可能要复合 你有听说这个消息吗 然后有没有换过伯芝的天赋 我们还是尽量来提问一下关于第一个有关问题 好吧 谢谢 简单的回答 就是你们知道的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的 其他没有知道的更多 比你们知道的更多 虽然关锦鹏并未透露任何信息 但不得不说 影片影子爱人 确实见证了张伯芝近期生活 发生剧变的全过程 因为该片开拍之初 恰逢张伯芝与谢天风发生婚变 于是电影拍摄现场 接连遭到海量记者围追堵截 甚至还一度发生了记者 与剧组工作人员的冲突事件 而近 眼看影片临近上映 张伯芝的情感动向又再次成为了焦点话题 无论是刻意还是巧合 张伯芝的艺人之力 足以让影子爱人成为当下华语影坛最具话题性的一部电影 就是您跟张伯芝就是作为生活中的好朋友 会不会关心一下他目前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张伯芝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 在拍摄的过程 我们知道的确有事情发生 但是他还是比较一个非常专业的态度 去完成这个电影 那我觉得既是朋友又是一起工作的人 我觉得大家有一种默契 这默契我觉得不要再套一些事情出来干扰演员 反正在现场我觉得张伯芝知道导演跟我们 或者其他演员都很关心他 给他很多鼓励 但是我觉得要再仔细地问的话 我们从来没问过 然而抛开炒作 巡传等揣测 不少圈内人士也都忠心希望 谢霆锋与张伯芝的感情动向 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之前 舆论新天地记者 在访问香港著名媒体人扎小心时 他就表示 一切还在看缘分和时机 要是谢霆锋跟张伯芝真的要符合 什么时候是最好的timing 就是现在呢 当然不是 因为他们刚刚才离分大概大半年 要是现在他们符合的话 人家会觉得他们很疑心 但是拖下去会不会像脖子 会有自己的男朋友 谢霆锋会有女朋友呢 这个是缘分是很难讲 我们讲 我们村里面有句句话讲 要是给你拆倒的 他都不是谢霆锋了 娱乐新天地 顾宁童 综合报道